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填字阁中文学院 经读故事细讲汉语又开始了 故事是这样的 东晋的时候 大臣温乔组织了一支联军去讨伐叛军 在战争的初期 有几路联军连连失利 军中粮食也快用完了 在这段我们要注意 讨伐这个词的用法 讨伐就是派兵去打仗 去征服那些坏的势力 所以讨伐后面一般跟的都是一些邪恶的势力 一些evil forces 所以这里是叛军 就是出兵去打他们 争取把他们消灭掉 讨伐叛军 好的 我们继续 这种情况主帅很着急 他生气的对温乔说 你动员我来时 说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 现在交战不久 军粮就快用完了 如果不能马上供应金粮 或只有撤金 好 在这段我们看 妥当这个词 它就是稳当 适当 就是在口语里我们可以说 已经把一切东西 一切事情都安排得非常好了 不用再担心了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表达法 安排好了 安排妥当了 好的 我们继续 温乔对主帅说 自古以来想要打胜仗 首先得内部团结 现在我军虽然缺粮 处境困难 可如果马上撤军 不仅会让人耻笑我们 而且也会使叛军更加嚣张 好的 在这段里我们看 这个表达法是非常非常高级的 一般呢 它指的是不好的东西 它变得越来越厉害 这个就是用嚣张 所以我们可以说 坏人啊 坏势力的那种气愤 气焰 更加arrogant 更加aggressive的时候 就可以说 他们更加嚣张 好的 我们继续 我们目前的处境正如骑在猛兽的身上 不把猛兽打死 怎么能够吓得来呢 我们只有一股作气 坚持到底呀 So it is like riding a ferocious beast and how can we get off without killing the beast we need to all we can do is to finish at one fling 好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 很有用的 很形象的一个成语 叫一股作气 它的意思就是说呀 做事呢 要一气呵成 中间不要停下来 大家看 鼓这个词 它就是drum 那么在中国的古代 打仗之前 双方呢 先击鼓 穿beat the drum 然后来激励战士的那种士气 大家都非常勇敢 然后去打仗才能胜利 所以一股作气 就和英文的 do something at a fling 不要中间有停顿 这样才能够胜利 好的 从这个故事 我们就得出一个成语 大家想想 猜一猜是什么呢 对 它就是 骑虎南下 这个词的声音热度 也非常的高 日口 口语啊 书面语啊 它会经常的用到 那么这个成语呢 通常表示的是一种 negative 贬义的意思 好 现在我们看 骑虎南下 具体是什么意思 骑虎 对 这个很容易 就是骑在老虎的背上 对 Rise on the tiger 南下 就是很难下来 老虎很厉害啊 我们骑在上面 那当然是很危险的了 所以你想下来 但是很难下来 所以骑虎南下 原来的意思就是 你骑在老虎的背上 中间是不能下来的 除非你把它打死 那么后来呢 我们用骑虎南下 来表示呢 你事情做到了一半 做到中途 但是有些情况呢 很难 迫于形式 你想停也停不下来 所以不能停下来 只好呢 必须干到底 这就是骑虎南下的意思 好吧 那现在我们看看 骑虎南下 在什么样的语境下 比如说你的朋友 他的电脑坏了 他不会修 你懂一点 你说 哎 我帮你修吧 可是修着修着 你发现你也不会修 那这种情景 我们就可以说 我帮他修电脑 结果发现 完全弄不清 问题出在哪 我有点骑虎南下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可以说 我骑虎南下了 好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诚语 表达一些泛泛的困难 就是difficulties in general 这种情况下 也可以用这个诚语 他被困在一团棘手的问题中 感觉骑虎南下 那么就是他被got stuck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真的很challenging 你去解决吧 是解决不了 但是不解决呢 也没办法继续下去 真的是很难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用 他感觉骑虎南下 那么刚才这两个语境 都是在遇到一个困难 具体的困难的时候 我们有感觉骑虎南下 这样的表达 好下面呢 我们要看一种 做出了一种决定 当你发现这个决定 后来发现不对 当有这样一个错误的决定 你又不能够去fix 但是继续下去又很艰难 这时候我们也可以说 他知道这是错误的决定 但现在已经骑虎南下 不得不继续推行这个计划 在这句话里边我们看到是 现在已经骑虎南下 指的是这个situation 好的故事讲完了 骑虎南下的成语 你学会了吗 请在留言区 试着造几个句子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 不要忘记点赞 转发订阅填字格中文 不要错过更多优选故事 学习超级有用的中文 谢谢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辽协议